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R 在D2R第二波公測前 最後來個死靈BD 目前天地上主流有 閃絲暴、三魂、骨毛等 閃絲暴以登頂大面150 但看配置應該是反人類的極限操作 所以請略過走一般絲暴玩法就好 作為特愛用魂法衝綁的我 本次就來介紹魂法的大小命BD 首先是配合這次無星可以玩的 0CD流派 開場放完血環分體 遇到怪物就可以直接貼臉召喚魂法 依靠無形武器特效 怪物受到詛咒後會被恐懼7秒 可以有效對怪物進行控場 並且觸發課階效果 並且依靠詛咒減傷又能加快擊殺速度 由於這套本身是不帶產能技能 單靠擊殺怪物順步產師 雪球回能 所以盡量不要打白怪推不動的層數 請依照個人巔峰程度 選擇打2-3分鐘左右的層數是最好 另外如果你的骷髏法師不是帶射手 那你隨從的武器 務併選擇帶有冰傷屬性的 否則會無法觸發副手特效 整體玩起來很安逸 裝備詞綴要求也相對低 高堅韌所以容錯率也高 推薦給手殘檔的朋友 再來這一套是比較高CDR的魂法配置 是比較偏向沖塵的魂法 開場打卡相同 遇到群怪用冰寒大地控場 快速回能召喚魂法 由於少了控場的無形武器 傷害跟控場只能靠雙籃 隨從跟冰寒大地來觸發 十分依賴高CDR跟血破之地來加速刷新技能 並且少了減傷腰帶 兼人大幅下滑 可能不小心就會繳了春歌 對於走位就會相對要求一點 劍英就穩穩的平推 沒把握就不要跳怪草精英 技能配合元素界的瞬間爆發力強 速刷上可以比上一套高幾層 但相對沒那麼安逸 操作體感也比較不親民 但好處是開到影人塔的力量度會比較好 可以加快通關時間 而如果你要跑步小畢進的話 我推薦你這套組合 結合第一套跟第二套的優點 依靠恐懼來提高跑速 並透過快速擊殺刷新7D 一路上就是放冰寒大地跟召喚法師 沒事就剪剪東西 雖然玩起來像是尿急、找廁所的樣子 DDooma預計在8月21到8月24進行第二波公測 為了預防雅芙到時候又被韓國搞 不求安穩,我會選擇去美 歡迎來陪我打一波 這遊戲比較偏向老式的打寶遊戲 玩情懷居多 千萬不要用現在的遊戲標準去看它 否則你一定會很失望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